DNA系統 大家好!我是Rugger X-Dive的製作人的伊田 恩... Bun! 大家應該已經都看到了新系統 DNA系統了吧 今天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DNA系統的概念 就是原本Rugger X系列的故事裡面已經有設定了 Oreplioid的體內已經有DNA Program這樣的概念 而本體強化後DNA也又會更新 後來甚至研發出了可以抽出DNA來強化其他技能 所以我們也用了這個DNA系統在Rugger X-Dive的世界裡面 好,我們繼續說明 OK,Let's go! No,再一次 Bun! 角色裡面可以看到DNA的新按鈕囉 目前只有開放部分的角色而已 近日到有開放的角色中 可以看到解鎖的條件 除了新等開啟 就會開啟更多的DNA DNA範圍三種 一個是古有DNA 也就是角色本身自己帶的DNA技能 第二個是重組DNA 重組DNA 簡單來說 這是可以隨機獲得DNA技能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按下重組 想要開啟DNA技能 要用到DNA點數跟角色的碎片 DNA點數會從遊戲中獲得 然後還有 星系統開始之後 期間內 我們已經每天每天有配布的機會 所以不要忘記登日囉 最後是繼承DNA 點下DNA連接後 可以看到已經開啟重組DNA的角色 選擇想要的連接的角色後 可以看到那個角色的重組傳統 以及可以成功連接繼承技能的機率 想要提高機率的話 可以選擇使用定式傳統 但每個技能只有提升一次而已 而繼承DNA只能給一個人繼承 如果不想要就可以按下DNA鍛鍊 就會解除繼承了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一個原創角色 愛口 因為 被重規資料出現 在Dblock是由一個Bug引起的 而Liko也重視 因為資料錯誤後才出現 玩家操作獵人程式 修復錯誤資料後 Liko也有可能會消失 只是存在Liko體內的另一個意識 愛口不願意就這樣消失 因此 就推理了Liko 成了一個新的個體 加上比較獨立自我的性格 讓他我行我素 為了愛口是活灰 繼續出現阻擾玩家 就請大家繼續看下去吧 另外 愛口的聯羽身體 浮現著紅色線條 到底代表怎麼了 也等玩家去發掘這個秘密吧 好 今天的Time Time我們結束了 好 那下次DNA time 那這次的Time Time 結束了 好 那下次的Time Time バイバーイ